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有一天大亚湾核电阵发生辐射外施事故 那会怎样呢? 同时给我们的资料 岛上现在有7名居民 以及25名游客 他们分布在岛上的不同地方收到的辐射击量 同时 现阶段我们未有监察到有任何的辐射烟雨 在香港范围出现 所以我们现时的行动是属于预防性质 大家是不需要穿着保护衣的 对于刚才的分事 大家收不收到? 收到! 好 出发 飞行服务队亦都出动 要先找到这32位是岛上的人 消防出动无人机协助搜索 好 现在没了 现在没了 去Landing 原来岛上有3个被居民 暂备的临时屏蔽所 有基本设施 包括食水和应急粮食等 如果经评估后有即时需要 就可以在这些地方等待撤离 减低市民种辐射的风险 警方派水警轮在东平州 将居民撤离去马尿水渡轮码头 码头设立监测中心 帮撤离的市民做辐射检测 并进行洗销过程 其实这是一个行上的演习 我们大概五年左右会做一次 对上一次是在2017年进行的 我们这个演练是两个目标 第一个就是要确保我们政府 具备有效应对核事故的能力 以及有相关的职业知识 今次演习在核电厂20公里范围内进行 有超过1400人参与 包括6个政策局和多个部门 今次演习亦是首次引入7号棉火轮 它是全球第一手获船级舍认证的 民用核生化防卫船 可以提高消防处处理核生化事故的能力 喂喂 看完米酒住 记得like 啦 subscribe 啦 和按钟仔先 支持我们支持真相啦 咱们的支持明镜 我们支持明镜与点点核心 我支持明镜与点点核心